在平权的历史上 不仅留下了契丹族的深深印记 也承载着汉族和契丹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他们反映在了传说和民俗中 也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印证 平权市郊大山中的这个洞穴 被许多人称为平权兴起的原点 一千多年前 辽人在平权县河边的山岭上 发现了银矿的矿脉 辽史识货之中记载 自此以弃添作 国家皆赖其利 县河引野成为辽带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公元1005年 宋辽签订了禅渊之盟 两国迎来和平 从此 辽朝开始着力于国内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 平权的银矿出产支撑起了辽王朝的经济发展 平权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也在此时凸显了出来 辽朝实行五经制度 先后建立了上经 南经 东经 中经 西经 五个经城 辽中经模拟唐东都洛阳城而建 这是辽地接见宋朝使臣的地方 因而成为了辽朝最重要的陪都之一 那五经之中其中的中经大定府 就在现在内蒙古的宁城县 宁城作为一个地区中心存在 那他周边当然要发展 就像现在北京作业中心经经济 就要协同发展一样 所以离宁城不到一百公里的平权 当时的泽州就这样进入统治者的视野 辽朝在平权设泽州 是平权州一级行政建制的开始 从高空府看 平权市南五十家子镇 一座城池的遗址依稀可变 这就是当年泽州的中心城市 惠州城 从遗址的规模仍能看出 当年泽州的繁荣与强盛 惠州城遗址中出土的现印周印 成为泽州刻在历史上的印记 泽州是辽中经的门户 也是宋辽交往的前哨 这里也自然成为了两个民族 两种文化的交往和交融之地 这是惠州城遗址出土的 绿柚克莲花鸡腿瓶 瓶的形制正适合马上民族 杯水的需要 在和中原的交往中 生活在平权的契丹人 学会了瓷器的烧制 在烧制的过程中 有一托自身的生产生活 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气形 在泽州发生的文化交融 折射出了平权作为 辽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历史地位 上世纪五十年代 平权式的另一个考古发现 再次印证了这一说法 这是一处辽带墓葬 墓内随葬品被盗一空 仅存一幅石棺和墓制 石棺重达十吨 有六块青石板拼成 四壁东西南北 分别雕有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四神 棺杆上刻着十二汉官人物献刻画 汉官头顶上则是十二生肖的图案 棺杆边缘雕刻有手持护板的汉族女官形象 雕刻从主题到艺术表达都有汉文化的影子 考古专家根据棺墓的形质和残留的墓制判断 墓的主人就是辽国的大长公主耶律观音女 她的母亲正是鼎鼎大名的萧太后萧绰 萧太后在丈夫辽景宗生前即开始辅政 辽景宗去世后又携子执政二十七年 和北宋签订禅渊之盟 实现双方可解 从而带领辽朝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这就是大长公主生活的时代 曾经的繁荣强盛和活跃的文化交流 已经凝固在了这方石棺中 大长公主最终归葬于平权 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平权作为契丹族起源地之一的重要地位 从鸡腿瓶到大长公主石棺 这些古老的遗存里 有着契丹民族对汉文化的尊重和吸收 今天在平权的城市雕塑中 在市政建设所使用的契丹文字中 同样能看到人们对于契丹文化的纪念与保固 从辽戴泽州到今天的平权 交往和交融的文明之光 延续千年至今不灭